同时和六位美女谈恋爱是有什么题 所以这样 一款叫做完蛋我被美女包围了的游戏 以黑马之字横扫了中国的游戏市场 三天销售破千万 其大量的二创视频 更是登上了各大视频平台的热搜 而就是这样一个火上天的游戏 其内核却极其的简单 它的主要游戏形式 就是前几年兴起的影音互动游戏 讲述了一个男生远走他乡的过程中 结识了六位性格经历职业全然不同的女性 并展开一段段情感纠葛 然后根据你选择的对话选项不同 会跟不同的女生有不同的结局 通俗点数就是你扮演的主角和六个女生谈恋爱 听起来好像还有点意思 那这么火的游戏 肯定是哪个大公司花重金制作的吧 你要这么想那就错了 这个游戏的出品方法非常普通 只是广州的一家小团队 早年间做过一些质量一般的手机游戏 都没有机器城浪化 就连这次出品的这个大爆款 完蛋我被美女包围了 制作成本不仅少 而且被很多人吐槽 剧情不顺又严重的bug 而就是这样一个普通公司生产的平庸之作 为什么能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啊 核心原因啊 就是抓住了用户的情绪痛点 众所周知 最近几年 性别对立的问题是越来越尖锐 一场车祸能上升到女司机 看个电影能开始分析导演夜男还是夜女 甚至射门上一张胸爱的照片 下面也能吵起来 在这样的舆论影响下 很多正常的男生和女生 都对恋爱失去了信心 而这时候出现这样一款作品 里面的女生啊 每一个都是大美女 并且每个人的长相性格都各不相同 最重要的是啊 每个人都有着正常的恋爱观价值观 好家伙啊 别说男生们了 就连我都想进去和姐姐们谈赏恋爱了 难怪有人调侃啊 不是现实中的对象养不起 而是42块的电子女友更有性价值 其实啊 完蛋我被美女包围了该类游戏爆火的罗家 和前两年火锅的饮游 烟饮制作人等相同 都是抓住了人们对美好感情的渴求 给观众送来了一碗电子鸡汤 解不解渴不好说 但绝对够鲜够带劲 资本看到这种短剧价游戏的模式 在市场上有需求 必然会全面推出 而当更多新的产品涌入市场 像完蛋我被美女包围了 这种形式的内容 是不是依然对观众有足够的信誉 我们就只能拭目以待了